中国电影《心力量论坛》可以说是眼狗和影迷们共同的盛宴了 各路男神女神齐聚一堂听课的画面就够大家舔好久了 就连陆寒的惊人发亮也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除了一起听课做笔记 每位男神女神也都在台上分享了自己的演员心得 像小明哥和大甜甜这样的学习分享型学霸 聊了聊自己如何苦学英语 像堂主这样社会公益型暖男 则放话说自己希望以后所有的片酬都能拿来发展中国电影的慈善事业 还有像baby这样的励志鸡汤情少女 就分享了自己做演员先做人的人生准则 我觉得做演员先做人这个是非常对的一句话 因为只有当你的人格魅力和你的思想境界到达一定的程度 你才能在你的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过程中 带给观众一些不一样的感官上的一个理解和想法 更加语出惊人的还有一贯耿直的大秘密 他爆料自己最近合作的导演不但不讲戏 还老是让他一条过 他反而觉得你不爽 前段时间拍戏碰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 就是在剧组里面大家太把你当回事了 大家觉得你是明星 你随便演一条 你都觉得自己还只是在试的阶段的时候 就导演能过来跟你说 我觉得你演得太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自己都觉得我演的是什么东西 我能再来一条吗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他们要赶时间 赶进度 那个时候我拍戏的时候特别的难过 这样的分享可以说是非常耿直 真承认 听完这些学霸话重点 你们还不快拿出小本本记下来 背诵一百遍啊一百遍